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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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那促宝说老花姨虎尾天门东 为什么我养不好啊 这个面前这个花呢 就叫虎尾天门东了 促宝可能也看到了 你看结了很多这个绿豆豆 前期刚结的时候是绿色的 后期会变红特别好看 光看这个叶子的时候 就已经相当好看了 他还结果 有的话说老花姨具体这么养 这虎尾天门东呢 它是典型的一个叫喜羊 有耐阴的一个花 就是臭宝 你家里边如果光照很好 这个是ok可以的 夏季高温的时候 大家稍微的折一折阴 就是很热的 那个时候你稍微 给他打个测氧网之类的 然后呢摸一摸盆土 你夏天啊 高温的时候 你这个只要是用了这个盆土 排水透气啊 你看 我们用的盆土呢 都是很排水透气的 它的这个根啊 它是属于这种的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哎呦我 慢点哈 慢慢使劲 你的抠着盆栄的 慢慢来 来 来 使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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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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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给花耳梅打开这个根系的 目的是让大家看到 它的这个根系呢是很高 大达的 还有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吃 不过我去年的时候 直播的时候吃的多就拉肚子 这个吃了这是良性的 就尽量不要吃 就是这种根系呢 它是害怕积水欧根的 你看我们这个花盆相当的排水透气 包括用到的土都是比较软的 你一定要盖在这个脸 不能出现积水欧根 如果说浇了水老是存在里面 它容易烂明白吗 错吧 浇水在一块呢 就尽量的摸一摸 干了再浇 它有一定的耐旱能力 就是 因为它那个刚才那些嘎啦球嘛 里面能储存大量的一些水分跟养分 所以说呢 你不用老是去过分的过多的浇水 明白了吗 错吧 用土的话松软一些 最低气温的话要在零下三度以上 你如果说偶尔那么零三两天零下三度没事 你要时间长的话 它也容易冻伤 洗光 耐阴 光照不好的时候 尤其光照不好的时候 一定要控制焦碎 长的还是比较算是快的 肥料选通用型的完全够了 用那种缓似肥 这个养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花友养不好 这个也不存在吧 我觉得 真是很好养的东西 好了 现在没什么了 一篇关于虎尾天安门中的一个事 你如果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你可以拍照片发给老花一 老花一帮你解决 觉得不错 今天点个关注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错吧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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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